5点21分来关心天气 我是吴宣彤 今天北台湾地区 你会觉得天气还算是蛮稳定的 虽然中午之后你出去看 这天空感觉有一些云层 而且甚至有点黑 感觉要下雨了 但是因为它没有到达临界值 所以这雨下不来 倒是在南台湾还有花东地区的雨很多 像是在过去一个小时 在花莲的时雨量来到了80毫米 累积雨量在山区已经来到了110多毫米 所以气象鼠也针对了花莲 嘉义的山区还有在台南 发布了好雨特报 另外在南投影南 以及在宜兰影南 也发布了大雨特报 而明天的天气状态 其实跟今天还蛮类似的 基本上整个南台湾地区 都时不时的会有些震雨出现 包含了花东地区 而在北台湾则会比较偏重在午后 而未来几天要注意的 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 我们来看到一周降雨图 在礼拜六的时候 基本上吹南风 所以降雨热区集中在南台湾地区 还有花东地区 而在山区中午之后 容易发展一些热队流 会慢慢的往北送 所以北台湾 还是有午后雷雨的机会 但是相比于南台湾 会比较低一些些 而到了礼拜六 礼拜日的时候 会发现就开始慢慢的转变 尤其在礼拜日 封面会接在台湾的北部海面上 相对靠近北部 所以它北部地区 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震雨出现 同时在午后的雷雨几率 也会提升 但是在礼拜日之后 除了封面之外 还有西南风也逐渐的增强 所以南台湾地区的雨 也是会持续的 而且在早晚的时候 雨也会持续的下 雨相对来说 还是比北部地区 来得再更多一些 而目前看起来 从礼拜日 一直到礼拜一 甚至到礼拜三 四 未来的雨都是差不多 南台湾的雨 会比北部还要来得更明显 降雨强度 也会来得再更强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提醒您的部分 在金马地区要特别留意 在廉价期间 是容易会起雾的 所以在前往里岛地区 要注意航班上面的资讯 否则很有可能会扑空 而这几天 其实还是有一些 山区会降雨的情况 所以前往山区也要注意 有可能会有落实情况 而地震也蛮频繁的 也尽量要避免 而最后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就是在这几天 都会受到这封面的影响 所以北台湾地区的天气 都会比较不稳定 不稳定的时间 比较偏向在中午之后 而南台湾地区 则是时不时都会有雨 主要就是因为这封面 逐渐的影响 所以天气都比较不稳定 以上是经济节的七项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